好,所以我們知道那個高低氣壓的影響 所以我們現在也知道高低氣壓的等壓線圖嗎? 所以我現在畫等壓線圖 荷包袋 三圈的荷包袋 四圈 好,假設這是一個等壓線圖 我們這是高氣壓 每一個每一個線 間隔是四個 四個 百怕 百怕 1016 1012 1008 1004 好,問一個問題 所以忘記百怕是甚麼 百怕它是 好,一怕是 我以前有上過很久,但是我以前有學過 但是這可以推倒 但是,好 好,我們就壓力的單位 壓力的單位是甚麼 好 它是其中一個單位 壓力怎麼推倒的 壓力怎麼算 壓力怎麼算 哈囉 壓力跟誰有關 密度 密度還有呢 密度 高度 那是水的高度 水的壓力 或空氣的高壓 但是我們就 我現在講的壓力是從一開始推倒壓力怎麼來的 我們不是從一開始拿一支筆這樣推 頂它 這個面積很小 會點的比較深 面積比較大 點的比較淺 力的集中 力跟誰 對,力的集中 對,壓力是力的集中 所以它是誰跟誰的關係 面積接觸面積 跟甚麼有關 還有梗 還有力有關 對不對 所以它是把力分配在一個面積身上 所以你這個力 假設我這個噴配的面積 這個小面積上 噴配的力越大 我下面壓力越大 我如果同樣的力 可是這個面積很小 我是不是也感受到壓力也越大 是不是這樣子 你再說一次 這是一個面積 假設我現在接觸它的面積有這麼大 我在上面放很重的東西 跟在放更重的東西 嗯哼 好 有只有放一個的時候 壓力比較大呢 還是放兩個都放的時候壓力比較大 那兩個都放嗎 兩個都放的時候壓力很大 所以這個壓力跟F有關係 F越大壓力越大 好 我現在把這面積變小了 這麼大的面積 哇 為什麼變大 你斷掉了 好,我把這面積變小 變只有這麼小塊的面積 好 紅色的面積壓力比較大 還是黑色的面積壓力比較大 紅色的嘛 如果說的更小壓力就更大對不對 所以面積在奔 奔母 它被奔配在多大的面積身上 所以這壓力就是把這個力 奔配到一個面積身上 好,這是定義嘛 好,我們到這個定義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力我們會用什麼單位 力通常會用什麼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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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通常用什麼單位 力怎麼用PSI 先生 力,我们可以用牛盾,对不对,还可以用什么,KGW,力可以用什么,可以用KGW,没有错,KGW,就叫做公斤重,对不对,公斤重,那面积的单位可以用什么,可以用平方公分,对不对,还要用什么,还要用M平方,对不对, 好了,那你们记不记得一件事情,什么叫做一大气压,什么是一大气压,一大气压不见得跟25度有关,那只是我们定义,因为我们知道气压,我们上次讲过,气压跟温度有关嘛,是不是,温度是不是,气压跟温度有关,温度越高,气压越大还是越小,温度越高,气压越小没有错,温度越高,气压越小, 所以我们通常是讲一大气压,你的一大气压是不是跟我的一大气压一样的时候怎么讲,所以我们必须讲一个温度,所以有个标准说,我们用25度的一大气压,或是用0度C的一大气压,这两个一大气压是不一样的,知道意思吗,我们刚刚不是讲温度越高,压力越小,所以你在做实验的时候,有时候假设你的实验跟压力有关系的时候,你必须告诉人家,你在什么情况之下做实验呢, 你只告诉人家,我在一大气压做实验,准不准,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压力会跟温度有关嘛,等一下,所以一大气压指的是,现在空气中的气压跟另外一个气压有差别, 一大气压指的就是说,你在正常在地球表面上所感受到的压力,但是地球,我们没有一个标准嘛,因为你现在温度35度好了,你现在湿度可能是70%跟我在北极,我的温度是,扑的20度C,湿度可能是25%,你的一大气压会不一致嘛,所以我们通常在做实验的时候,刚刚说我在一大气压之下做的实验,你必须给人家说,你当时的温度跟湿度调 这个条件,对,必须给人家这个条件,你的一大气压才跟别人的一大气压是一样的,OK,所以这一大气压,但是我们现在讲一个标准的一大气压了,假设我们现在不考虑温度的关系,不考虑湿度的关系,一大气压根据脱里确立在做实验的时候,他做出来的实验,他用什么实验做,水银嘛,他不是用一个长的管子,里面装满水银,把水银倒过来,水银倒过来的时候,水银会掉下来,掉下来发现说, 这算不行,我们上次有谈过这个事情,好,现在水银只有掉到这边来,上面这边有空气,上面这边有空气,上面这边有空气,有吧,那没有空气啊,一开始装满水银的啊,你把它倒过来,这边有没有破洞,水银不会进去,对,一开始装满水银它整哦,真空吗?不是啦,你装满水银,它两边都是屁口的,一边是开口的吗? 开口才能装水银啊?那你这样倒过来的时候,它...水银,倒在水银里面 喔,OK,你有玩过这个游戏吗?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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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水里面装完水把它拿起来 你可以把水离开水面嘛 可是水的里面会不会有针控 假设我现在拿个宝特瓶 装了水 我把它倒过来了 正在水面下 这里面会不会有针控 不会嘛都是水啊 为什么水你这边会出现一个 空空的点 当然前提是你的高度 必须超过 你的高度必须超过76公分 当你高度超过76公分的时候呢 脱里脱里发现了 这边有一个地方 空空的没有东西 当我的管子如果低于76公分的话 还是跟水一样 是满满的都是水泥 可是高过76公分之后 水会流下来 这边会产生一个空 真空 这个真空很重要 为什么这边产生真空 会重啊 为什么这个水会被顶在上面 会不会掉下来 为什么 向心力 压力 压力 什么压力 就是 水里面跟外面的压力怎么样 就是不同 不同 谁比较大 里面的比较大 那我们讲压力比较大 会往压力比较低的地方流 外面的比较大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就水这个来讲的话 我就是想要流出来这个点的压力 对啊 应该是里面的压力 因为你这样 我现在有点看不到 你那个水是这样拿起来 对啊 然后下面有水吗 有水啊 然后这边旁边是空气 对啊 所以你是说这样拿起来 对啊 那这样然后应该是 这边 压力 是往上顶的压力比较大 是往下顶的压力比较大 往上顶的压力比较大 往上顶的压力比较大 为什么往上顶的压力比较大 呃 那水就那么重啊 蛤 水的重量没有重到 谁跟谁比 水跟水影 水跟水影比 我没有现在这边都是水喔 空气 空气 跟什么空气 跟外面空气 跟外面空气比没有错啊 外面空气全部都压在这里嘛 对 外面空气全部压在水上 对 他把水压 进去这里面的水 所以当这水里面是真空的时候呢 水就整个被压进去了 你看我喝喝饮料 我用吸管去 嘶 为什么嘶 水就会流上来 因为这边的压力 比较大 比较小 比较小的东西 吸的时候表示你把空气给 弄不见了嘛 吸的时候把嘴巴里面的空气弄不见了 对不对 弄不见的时候呢 大气压力就把水给压到嘴巴里面来 所以基本上压力就是这样 液体 气体的压力就是这样 你只要有压力低的地方 它就往那边跑 像陈佑我们那天做 那个冷媒实验 冷漆漆 你不是折一折 冷媒破掉了 为什么冷媒这样 就跑出来 为什么 里面压力比较大 里面压力比较大 所以压力一直在找地方出口 压力一直在找地方宣泄 所以一个人也不能压力太大 你一直压力太大 没有地方宣泄 你就会爆炸了 所以你有压力就要宣泄 就要把你压力宣泄掉 所以一样啊 但是我这样水 我把这个瓶子装满了水 我放到水里面去 从水里面拉起来的时候 假设这边没有破孔 没有破洞的话 对它来讲里面是真空 对这个水里面来讲 我刚拿上来 假设这一块是真空好了 真空压力压力很小 所以大气马上把水压进来 对 我再拉多一点真空出来 水又被压进来 所以这水是一直不断的跟着我的管 就是往上拉 往上拉一直走走走走走 走到什么程度的时候 水就不会再进来了 什么程度 水的重量也压过大气压力 对当水的重量大于大气压的时候 水就不会再被压进去了 当这管子里面的 当这管子里面的 重量 出上这个面积 也就是压力的时候 大于大气压的时候 我在不管怎么拉 水就不会再上去 因为就这个点上 水给它压力 跟外面大气压力是一样的时候 是不是压力就平衡了 水就不会再动 意思吗 所以这个水也是一样 抽一点点出来的时候 这边有点真空 水就被挤上来 再往上抽一点 水又被挤上来 所以水一直跟着我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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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高于76公分的时候 水就不会再上去了 水不会再上去的原因是 大气不够压力了 压力压不上去了 所以简单来讲 这个点的压力 跟这个点的压力 是不是一样大 嗯 大 空气又把它压不进去 所以我可以说 这个点 是由水银所造成的压力 所以这里面水银所造成压力 等于大气压力 我就是不是就可以量到大气压力了 我们说现在大气压力量不到啊 我怎么量 你怎么量大气压力 所以脱离切力想出一个方法 去量大气压力 就这样量 所以简单来讲 我如果把这系统 拿去北极 我的管子高度 应该比76高一点还低一点 高一点 因为北极的压力比较大 我如果拿去吃到呢 就比较低 所以这个高低 就跟当下的大气压有关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量大气的工具 但是为什么大家就不用了 现在 有更好的东西 压力比较 第一个水银有毒 那些人不知道水银有毒 所以都会拿水银去做很多实验 那实际上水银真的很毒 看到会渗进去 会渗到皮肤里面去 所以你刚刚讲 刚刚你不是你讲了吗 说吃海豚的事情 海豚里面有水银又怎么样嘛 吃了又怎么样 吃了就会中毒 一颗干电池里面的水银含量很少 就可能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多的含量 一颗干电池如果掉到地上的话 被卖到土里面去了 它久而久之它的渗透 它的污染 会造成一平方公尺 左右的那块土地都不能再用 不能拿来耕种 因为它耕种 那个植物 不管是菜啦 稻米啦 吸收到的那个水银 会造成人类 人体的伤害 都会造成伤害 所以 我们现在回收电池星 不要让水银流出去 好 好 讲了这么多 我们现在要讨论 什么叫做压力 一大气大多大 我们来看一下 76公分 我们知道 液体的压力等于什么 高度乘上密度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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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你说液体压力 高度乘上密度 嗯哼 好 那当然 接下来 你又想说 那高度的单位是公分的话 因为这边76公分 那密度的单位 应该用什么比较好 密度的单位要用什么比较好 平方公分 密度怎么样 不会是平方公分 啊 啊 立方 立方公分 密度的单位在分母是立方公分 克 对 克是质量没有错 克是质量 但是我们这边P跟这边的P要一样嘛 这边的上面分母是立啊 所以理论上这边不能只是 高度乘上密度 是让它乘上的吧 乘上重力加速度G 乘上重力加速度之后 才会把克转换成牛顿嘛 是不是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子 等一下 这样子的北里怎么怪怪的 哪里 那个 CR的立方公分是低嘛 对啊 对啊 这边是密度的单位啊 包括G OK 我这边G有点问题啊 这边G是指质量 质量的单位 我们应该用 呃 我们用 我们用M好了 M M还没有写单位 但是我们用 呃 好 我写克好了 这个G代表着重力加速度 我们等一下再讲 对 嗯 那